第三項質詢 葉建源議員 主席教育局早前表示 由去年6月至12月 收到與教師專業操守有關的投訴之中 大部分涉及教師 被指在社交媒體發佈仇恨言論等等的不恰當訊息 作出挑釁行為 使用不恰當教材以及作出違法行為 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第一 自去年6月至今收到的投訴的總數 以及當中有多少宗匿名的投訴 折案性質分類的投訴項目 和教育人員專業操守議會 已經立案調查的數目是多少 第二 當局在考慮涉及發表仇恨言論 或者作出挑釁行為的投訴的時候 所依據的法律條文或者守則為何 第三 鑑於當局曾經表示 社會對甚麼是仇恨言論和挑釁行為 自有其道德底線和共識 當局會否考慮 第一 在不披露被投訴人的個人資料 私隱的前提之下 公開已經查明屬實 投訴所涉及的仇恨言論和挑釁行為 比公正重評論 以及第二 當出現公論或者被投訴人認為有關的言論 或者行為未嚴重到有違社會道德底線和共識的情況之下 接受上訴及覆檢有關的個案 主席 本人對教育局局長的答案是非常失望的 因為除了171這個數字之外 基本上其他東西我們都知道了 他都說過了 有些在我的主題問題裡都已經說過了 在答案裡的準則是甚麼 只是說了一些很闊的資料 是甚麼其實是不清不楚的 他裡有一個專責小組來做這件事 連這一點以前說過的現在都不去透露 匿名有多少 為甚麼不可以數呢 171個你數都數到 為甚麼數不到出來呢 是否這是一個不可以回答的問題呢 所以整個給人的印象就是黑箱作業 主席 我想問的問題是 現在教師的專業資格的被投訴 和可能取消這個做法 是唯一一個 是由行政官員去審專業資格的主要專業 好了 究竟教育局怎樣可以提高當中的透明度呢 怎樣去維護教師的應有的權益呢 我希望局長回應 主席就 葉議員說得很對的 我們的答案是沒有太新的資料 因為一直以來呢 我們在處理這些事上面呢 都是用一個公開透明的態度去處理 所以很多資訊呢 我們在不同的場合呢 已經向公眾解釋 也都藉著很多時候呢 向公眾去介紹 所以在七分鐘之內 想葉議員想我們去說一些很新的東西呢 很難滿足到它 因為我們一直以來都已經說了 至於說在這個主體答案裡面 我們已經說了我們教育局作為這個教師註冊的 管理教師註冊的機構呢 一直以來我們都是用一個公平公開的態度呢 去處理這些投訴 我們有幾部分的 我們會處理教師的專業發展 這個我們透過培訓 透過我們的一些委員會呢 去為了我們教師將來 無論在專業上面的發展 或者在私德上面的發展呢 我們都會提供很多培訓 另外在處理投訴裡面 正如我主體答案裡面說呢 我們都會是根據機制 用一個公平 用一個這樣的態度呢 是去處理每一個的投訴 那麼這些都是 我覺得我們作為一個 處理教師註冊的機構呢 一個盡責任的表現 多謝主席 毛孟靖議員 我沒有回答你什麼問題 主席很明顯呢 他沒有回答我的問題 我的問題是怎樣提高透明度 以及維護教師的權益 局長有沒有補充 主席我一早已經回答了 我們就是一直有一個很高的透明度 我不是很清楚你覺得我們還有什麼透明度要提高 因為我們已經除了我們真是將 如果葉議員認為我們應該將每一個教師 所有每一個投訴我們怎樣處理去公開 在一個公開的場合去逐個討論而已 但是這個我正正就是你第二個問題 我們怎樣保障教師的權益 我們要保障他的私隱 也都不應該將一個個案 在一個公眾的場合去討論 所以我們在中間拿著一個平衡 我希望葉議員都明白這件事 毛孟靖議員 主席 清風不適治 何時亂翻書 這些就是經典的文字獄 你可以改變新聞 但是你未必改到歷史的 你現在完全是中共那一套 中共管治的重點就是所謂 正在找到意識形態 而意識形態就要由教育開始 你現在的答覆那裡 直接說到明說抽出害群之馬 你不要嚇我了 真是嚇到跌落地 正是這句說話 有些個案連學校都認為沒有問題 教育局堅持是有問題 我想問這個負責教育的官員 你是否承認 你現在是以什麼專業操守失當之名 是來打壓我們香港的老師 局長 主席 我不是很明白 在專業的教師團隊裡面 抽出害群之馬有什麼問題 就是我們尊重整個教師的專業 我們尊重大部分的老師 毛孟靖元請你不要在座位叫囂 就是我們為了保持整個教師的專業 做得不對的老師 做得不好的老師 我們做一些懲處 將它抽出來 有什麼問題呢 如果不是 我們不是把不好的老師 跟好的老師擺在一起 那怎樣可以令到我們的教師團隊更加專業呢 那個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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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局長 多謝主席 毛議員第二個說法就是說 如果有些學校都覺得沒問題 教育局就不應該參與 毛議員的問題就是 將教育局一個應有的責任 負責教師註冊的責任 就將它判到學校那裡做就算 同樣的理論 或者同樣的想法 當我們政府做了一些結論 或者有人向政府投訴我做了之後 是不是他再去立法會議員投訴 我們就可以這樣回答 我已經做了決定了 我不用理你了 不是的 我們每一個不同的部門 每一個不同的組織都有他的職責 都同樣地去看同一個投訴 學校固然作為僱主 作為一個教育機構 他要向他的僱員 和他在學校裡面的教育負責 所以他要做一個調查 教育局作為一個教師註冊的機構 對有人對一些教師 可能有失德或者違法的行為 有一個投訴 我們也要處理 學校的報告是我們考慮的其中一個重要的因素 決定究竟他有沒有違反我們覺得操守的問題 但不是唯一一個途徑 我們也會做我們自己的調查 這個是我們盡責任的表現 多謝主席 張 沒回答你什麼問題 他是完全扭曲了我們現在的教育政策 說明是校本為主的 這個不是你剛才提出的問題 請你坐下 張國... 主席 局長先生的發言 是賭果為恩 顛倒是非黑白 在各大直播 香港人看得很清楚 有香港警察濫暴濫告 打到年輕人頭破血流 老師說真話有什麼不對 你文件裡面說 要在這個教育團隊裡面抽出害群芝麻 你林鄭政府有沒有在警隊裡面抽出害群芝麻 請問局長先生 真是很好笑 跟我們說 就說匿名投訴 教育局都會嚴肅處理 匿名投訴都會處理嗎 現在有幾萬人投訴你 你局長失德 你處不處理 真是好笑 匿名投訴你怎麼處理 然後給我們文件 我們完全不回答我們問題主席 我想問一問 局長先生 如果現在有幾萬位市民 匿名投訴你 教育局局長 局長失德 那你們怎麼處理 是不是你們要嚴肅處理 不要開玩笑 這樣做教育局局長 局長 回答吧 趙俊議員 如果有人投訴我 作為教育局長 有什麼做得不對 我當然會小心考慮 我亦都自己會去反思 究竟他說的東西是對還是不對 正如議員現在站在那裡 這樣去說我的時候 我都會自己想想 究竟我做的事情有沒有做得不好 抗進議員 抗進議員請你 抗進議員請你坐下 局長請你繼續 主席所以我簡單的答案就是 社會上面市民對我有什麼意見 我其實都小心考慮 我都要小心留意 說得有道理的東西 我自己會盡量去改 就算有些東西可能是一些誤解 我自己都會反思 將來 無論在溝通上面 或者在我將來做事上面 我都會希望可以有所改善 希望未來的工作會做得越來越好 沒有回答你什麼問題 主席 我很溫柔的 我追問而已 他口就疾 他回答我的問題 我問頭很簡單 主席 請你坐下 第四項